斯里蘭卡的抗議者星期一在總理科良波官邸外聚集 此前他在一場毀滅性的經濟危機中下台 示威者要求他的兄弟哥塔巴阿拉加帕克薩總統下台 在總理官區外奧莎德藹也是數百名慶祝他辭職的抗議者之一 但他說他都希望總統下台 這是一個擁鎖的政府 現時的創意烈得更不是小特別的問題 我們在梁蘭卡,直至西蘭卡 在科倫波爆發衝突數小時候,總理馬欣達拉賈伯克薩辭職,執政黨的支持者衝進了一個反政府抗議營地,並被警察使用催淚氣體和高壓水槍擊退。 抗議中的一名男子頭部和肩部受傷,目前並不清楚他是怎樣受傷的。 這個擁有2200萬人口的賭國長期停電,燃料、燃氣和藥品等生活必需品短缺,政府只剩下5000萬美元的可用外匯儲備。 總理的離開正值混亂和暴力的一天,至3月下場史無前例的示威浪潮以來,親政府和反政府抗議者首次發生衝突。 按照 20分鐘~~ 按照 italты抗力,包装造成圖,公布並非 marble所要的に向著的方形包出。 何流行、反政府抗議者尽 Is neighbours給我立て下? 稍 cono旻 hasta後 these付可能口的舊親動物等 recognised Escola Krz 1945